大家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談一下 民進黨所謂的國安惡法 前面除了列了五個的國安無法的惡法的修正案 列過之後 我想這個今天我等會再來跟大家談 但是我現在想要跟大家談一下 就是所謂的中共代理人這個惡法 我現在講一下 什麼叫做國安 在過去戒嚴時期的國安叫什麼 也就是舊的刑法一百條 也就在國民黨執政民進黨認為說 國民黨實施戒嚴白色恐怖時代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國安法是怎麼定的 跟今天民進黨的國安法是怎麼定的 我們拿來做一個比較 以前是說意圖破壞國體 竊據國土 或者以非法的方法來變更國縣 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 就你要具體的事實 你要做什麼事 也就是你要破壞國體 竊據國土 或者要變更國縣 而且你要具體的事實 才可以去做這個 做這個判定說 你違反了國家安全法相關的法律 當時也只有這一個法條而已 這個法律喔 你必須要真正顛覆國家 那現在的民進黨呢 國安無法 我先不提 那個國安無法 那個惡法我不提 我要先跟各位講 中共代理人 法的這個裡面的問題 各位啊 這個裡面並沒有 所謂的破壞國體 竊據國土 或者以非法的方式 來變更國縣 顛覆政府 這裡面沒有 沒有一項是在國民黨 民進黨批評最嚴重 國民黨執政的戒嚴時代裡面 中共代理人法是沒有一條 是有跟這個有關係的 甚至到這樣的程度 這法條我 逐字唸給大家聽 然後逐字來解釋一下 這個法條裡面 出現的真正的大的問題 就是民進黨 想要另一個很粗糙的惡法 然後來破壞人民 我講的叫破壞人民 它不叫國家安全法 因為國家安全是保護人民的 這個法叫做惡法 叫做破壞人民的法律 你看啊 台灣地區的人民 先跟各位講 你們每一位都是 我們每一位都是 我們大家都是 再來不算 法人 你的公司 團體 你參加了協會 都算 只要這些單位有事 你也有事 你都會有事 好 那他講什麼 什麼事情呢 不得以中國的黨務機關 中國 他不講大陸 台灣地區 對應的應該是大陸地區 民進黨怎麼不寫啊 這個法基本上就是違反憲法 連稱呼都錯 然後講黨務機關 什麼叫黨務機關 就大陸的共產黨 但大陸除了共產黨 還有其他的政黨 就是包括今天我們在 我們今天在台灣 有民進黨 有國民黨 有親民黨 有時代力量 所有的黨務機關 所有的黨務機關都不可以喔 也就是所有的政黨 你都不可以跟他 有發生下列的行為 他涉及對台政治工作 影響國安的機關或者代理人 也就是說 黨務的機關以外 還有一些是對台工作的機關 也不可以 那是什麼意思呢 那意思說 台辦不可以 我們在大陸投資的台商 你的公司裡面的黨部也不可以 台商你或許在大陸 你有你的黨部 你公司大一定有黨部 但是你不可以 直接就已經犯法了 好 然後影響國安的機關 這個很模糊 什麼叫影響國安的機關 我不知道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過去認為 影響到國安的機關 應該就是他的什麼 所謂的他們的情報局 他們的國安局 類似像這樣的單位 你很難去定義 你沒辦法去定義 然後後面講 從事危害國安的政治宣傳 你怎麼定義叫做 危害國安的政治宣傳 在過去 國民黨執政 你說戒嚴的時代 那你是要顛覆國家 你是要破壞我們國家的制度 顛覆國家 推翻政府 要具體的事實 那這是什麼具體的事實 沒有一項是具體的事實 我告訴各位 而且沒有一項 真正會影響到國家的安全 什麼叫影響到國家安全 你怎麼去解釋 而且他講的是什麼 政治宣傳 什麼叫政治宣傳 我講他一句好話就是政治宣傳 或者兩個比較一下 我說一下 你民進黨的壞話 也是政治宣傳 只要你都綁在一起 就政治宣傳 然後你看 他就處了三年以下 與區土銀區議 或者併割五百萬以下的罰金 各位看完修法的重點的第一點以後 我要請大家看第二點 第二點才是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民進黨 你簡直就是綠色恐怖 你簡直恐怖到幾點 剝奪人權最重要的地方 我講給大家聽 他說主管機關 不是法院喔各位 不是司法檢調單位喔 是主管機關喔各位 大家記不記得管宗敏的案子 記不記得所謂的東廠 就是國民黨 黨產要處理的委員會 通通不經過法院 主管機關什麼 如果跟教育有關的是教育部 如果跟經濟有關的是經濟部 然後跟內政有關的是內政部 然後跟文化有關的是文化部 這些部會就叫主管機關 這些部會就可以 有什麼 有事實合理懷疑 大家看得懂嗎 什麼叫做有事實合理懷疑 法律要講求證據的 第一個不是由法院來做判決喔 不是由司法檢調來做判決喔 是這些部會做判決喔 他是主管機關 各位我們國家沒法律了嗎 這些部會都是政治工具嘛 政治工具就可以清算鬥爭啊 沒有司法機關了各位 我們的民主如果沒有司法檢調機關 幫我們伸張正義 維持社會的公平正義 而是由這些部會 你下面的東場 來做處理耶 而且有事實合理懷疑 各位你看得懂嗎 什麼叫有事實合理懷疑 有證據就是證據 有事實就是有事實 沒有什麼叫合理懷疑 也就是說當時國民黨就算戒嚴時期 你必須要事實才可以認證 就是刑法100條相關的法律修正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確實的事實 而且你有暴力的行為 要有確實的事實 而且你只有一個你可以定他的罪 就是對於整個國家 國體憲法 這些地方有造成真正的國安的問題 而不是你現在隨便講的 什麼叫政治宣傳 這個不叫國安問題 對不起 不叫國安問題 因為這樣的事情 會讓我們全中華民國的老百姓 全台灣地區的老百姓 全部都可能會被編上一個罪 而且各位沒有司法檢調 不需要有證據 只要這個主管單位 這個部會 合理懷疑 合理懷疑 什麼叫合理懷疑 全世界的法律沒有一條叫做合理懷疑 也沒有哪一個國家裡面 可以由部會來做這樣的一個 偵查跟判罪 跟詢問跟審判 不可以 任何民主法治國家 不可以有這些機關 代理法院跟檢調單位 來處理這些問題 不可以 如果這樣做 受尋詢問人未到場 無正當理由 不答覆或虛為陳述或者拒絕者 當然可以拒絕 在法院你都可以保持監默權 你可以不回答任何問題 那是你的人權 這個法律不可以 你拒絕或者你不答覆 或者你拒絕者 哇 處十萬以上五十萬以下的法員 並得連續開法 民進黨 民進黨違法了國家的憲法 違反了司法 違反了所有法律 這就是民進黨立法委員 跟民進黨政府要幹的事情 違反了所有的法律 侵害了人權 迫害了司法 沒有這樣的法律的各位 我們全國的同胞要醒過來啦 民進黨真的 似法律於無物 迫害人權到極點 這是民進黨提出來的法律各位 你仔細看一下 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倒楣 黨無幾關 大陸要不要拿我們的民進黨 其他黨也當著黨務機關 也可以對大陸人民這樣做 他們不會 美國人會不會 美國政府會不會 美國政府人民要不要跟大陸的 這些機關打交道 美國人民一樣啊 團體一樣啊 所有的一樣啊 但是他們沒有要顛覆他的國家 沒有破壞他的國體 沒有具體的顛覆的行為的時候 不會有罪的 而且本來每一個人都有言論的自由 就算你幫任何人講話 你都有言論的自由 這是憲法賦予大家的言論自由 這個裡面完全破壞了憲法的言論自由 各位知道言論自由是什麼嗎 言論自由就是你對不同的事情 你可以有不同的表達 但是民進黨說 如果跟我民進黨不一樣 你就應該被判刑 你應該就被抓起來關 我在之前講過 國安法最可怕的地方 也是不需要經過公開的審判 也是隨時可以抓人 不要有任何證據隨時抓人 只要有合理的懷疑就隨時抓人 這是國安惡法最可怕的地方 而且判的刑都很重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國安惡法》裡面修的是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五千萬到一億的罰款 中共代理人法更可怕 它不需要任何的證明 它不需要任何的證據 只要主管機關 包括教育部啦 內政部啦 外交部啦 甚至是什麼 陸委會啦 農委會啦 都可以各位 它可以有司法審判權 它可以傳訊你 我們司法檢查單位都不見了 各位 所以從這裡面所有的條文 你可以看到 第一個違憲 第二個違法之前的司法相關單位的母法 第三個侵害人權 第四個破壞言論自由 第五個裡面根本就是模糊的空間 所有的語詞所有的內容都是錯誤的 但是民進黨預備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把它推過 各位親愛親愛的同胞 親愛的手足 親愛的家人 親愛的朋友 這個法能讓他過嗎 就跟前面的國安二法一樣 這個法更不能讓他過 讓他過了以後 我們不在全世界 我們不是一個擁有人權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我們所有的人都沒有人權 而且會被民進黨迫害 會被民進黨迫害 隨便用一個法條一個文字 只要有事實合理懷疑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各位 不知道 所謂的政治宣傳 什麼叫政治宣傳 你講一句他的好就是政治宣傳 所以我今天跟各位講 民進黨通過了一審 他們沾沾之喜 我必須要講 民進黨你們現在所有的黨員 你們是上心了 上心了 上去你的天良 你違反了一個民主國家的民主精神 你成了迫害人權的筷子手 所有的民進黨立法委員 你們都做錯了 你們都做錯了 今天所有的司法單位 今天司法檢調單位 今天的大法官 甚至民進黨你們內部 你們自己的官員 大學的教授 你們如果都不出來講一些話 你們都不出來講正義的話 阻擋這個法案的通過 你們都是沒有堅持 捍衛我們的人權 捍衛我們的憲法 你們都是 迫害人權的筷子手幫兇 你們都是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一定要大家群起 來對抗這樣的惡法的修法 同時告訴民進黨 你們這群立法委員 為虎作倉 你們都做錯 所以我們一定要讓你們下架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們一定要想盡辦法 讓這個惡法不會通過 不會通過 好今天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